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的习作 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又不同了 知道又是高晋马业的专访第二部分 转战到Dotter Lee的基地 接受我们继续的访问 Dotter Lee你好 说到之前第二部分我们就会问一下 一些马圈的奇闻 最想知道的马围爆料的东西 首先问一下,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马反 有没有一些坏客的东西可以说一下 坏客,其实很多买主都是这样 一中了签,在买场的时候很开心 见到那些链马斯也好,见到我们也好 就会说,Alan,Alan,你知道我中了一支签 记住帮我找一只好东西 但是他同一番说话 他可以是跟十个马反,十个链马斯说这句话 有时我们都如果没有问题,尽量给你一些货 然后就会发生什么事 贵又说贵,便宜又说质素不够好 长,然后又说有没有做什么 再看看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在心里 根本一早已经想找某一个链马斯 刚才你说的这些客户就是说 他表面上就好像要找你帮忙 但实在在挑肥简兽 就好像去到行过生果店,在捏人家的链 怎样 他是拍了链的照片 送给朋友,朋友,这个链漂亮不漂亮 即是怎样 用来第二个伤害是什么 把我们的盘子给那些链马斯看 其实他都不会光顺的,因为很简单 那链马斯,有时候我们合作关系 买买的时候,都有少少竞争者的关系 那你竞争者,我怎会赚你的链漂亮 那变成了,最差的是什么 其实那个链表真的漂亮 那链马斯弹完之后 就会,咦,OK 拿贵了它 因为资讯很发达的 你真的要联络 那我常常说 链马斯电话 甚至买买的电话 根本是网上很容易找到 我都说过了 一见到澳洲人 你见到852 可以 放心 852 你放心 一定听的 一定回你WhatsApp 见到852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有些朋友说 怕不怕欺诈电话 不怕 我收到钱才会放马 你就吹了 怕不怕 你还多少钱 好,不要紧 对吧 见钱,放马 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吃虧的 澳洲那边 所以欺责不了他们 所以变相就会说 我们这个行业 你知道又不是地产经纪 你经纪不是有一些盘子 这只马我看了 如果要买一只帮上来 马仔没有 所以我们有一个英文说法 就叫backdoor 就是说 我今天给了一只马 然后第二天 可能第二位同行 或者尼玛斯 突然去找第二个 或者找他第二个老死的当地 agent 这样问尼玛斯 拿着马 也可以 再给第二个客户 都还可以 这个是 真是一个香港 有时都很常见的情况 所以我们都难做 所以都会 我们希望有一些 要先了解 大家先有兴趣 就并不是说 走过来 那我马上就给一只马里 怎么怎么怎么 第一叫做假需要 第二 是不是真的有心 怎么怎么怎么 我们都解释了 我们用的努力 前一天有个马仔说 你回两个WhatsApp就搞定了 WhatsApp的内容 是用了多少时间 去讨论 研究 才能写到我们的盘 你这样说 就好像以前的香港工厂 做厂那些 被人偷货板 好像这些味道 会觉得 如果大陆最出名的 扣满网 都会去过 很多这些东西 都是历史 很多都是 我自己的想法 都是同样的 有时又很难避免 出来做生意 所以有时就了解了 有试过认为 一个电码师 就是精心选择了一只好马 接着 马仔马 接着 那个马主 要给佣金 都是帮你看的 其实很少的 就是因为明马实价 拍卖会 我们on top 就是5% 其实很少钱 一口价都不知5% 随时选择到 接着 那个电码师想着 我帮你选择 那个马主说 那边自己有牧场 我会自己做 preparation 这些东西 就完成了 那大家没有联络 对不对 那马仔想着完成 的时候 你会通知我的 那电码师想着 噢 咦 来了 但是马房 不是写我的名字 所以人家 最后那只马 是过百分 52分 变了过百分 大佬 大佬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正常来说 就是说 你拿过电码师 帮你买马 对 一定是交给你 正常来说 对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客户的马主 都是有不同类型的马主 对 他可能觉得 可能去做生意 我给了佣金 我经意做了我的责任 后来谁练了我的自由 会这样想 最近很奇怪 你见不见到有很多只 是没改买名 转了仓 我都觉得很奇怪 买名都没改 就转了仓 你来到 你让它干什么 突然间 这个是一个 香港人都很神奇 这是另一个问题 会不会是 本身的马房 爆仓 摆在其他马房 不是 不是那些 不是爆仓 被人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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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明白那位 爱智利玛斯的那种 心肤意难 我都没开工 他就拉到其他地方 刚才说回 那时候又是 一来 就写了另一个马房 这个就是那个心态 买主觉得 我表录不赶你 但如果反过来 刚才我就说 他们念马斯找马 都很辛苦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你买东西也是 问什么 问价钱 澳洲那边 你问你 这个都是一个难题 澳洲现在 它不会给你价钱 你给我 你送给我 你终点 因为 因为他们现在 不是递出来 说是购物 他们的态度 会觉得 你有兴趣吗 给我价钱 因为现在 那个市场变成了 香港的需求太大 很多时候 我们不会等别人 给我 我是说 早上看市集 看都可以的 就联络你马斯 是不是买不买 怎样怎样的 然后他说 我买了 应该可以买的 有没有指定的价钱 没有 你出了多少 就告诉我 我不跟买猪说 有时过低 就一句说 rejected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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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 自己找马 就好像群雄夺宝 大家都看着 是的 那会不会 都会回正路 去拍卖会找马 拍卖会 其实主要有两种 当然拍很多个 一组就是周水马 一组就是ready to run 例如有200米 像香港的拍卖会 是这样给你看的 两岁 其实只有200米 没问题的 金村老十 就这样马回来 E20就马一次 ready to run就马一次 所以 所以 说起拍卖会 其实就想问 一些拍卖会的趣味 是的 是吧 因为不只是麻烦 这个行业会 去这个拍卖会 有些联马斯 马主 都会去拍卖会 是的 有什么 你问我 我经常说 有些同行也好 联马斯也好 我们叫什么 吃海鲜 即是怎样吃海鲜 当然 可能主力 就去了品尝海鲜 主力就去了吃海鲜 是的 你是说联马斯 马主 我们这样说 有些去的是 例如 不要说是联马斯 麻烦 都是我们这个 过去 我们目标 一定是马马 有些真的很努力 有些过去 那个马主 不懂 可能都是走一转 是 接着最重要是 陪马主 最重要是 帮大家去旅行 去玩 去看 你问我 刚才说 你问我 那谁最努力 我真心跟你说 阿辉哥姚本辉 虽然大家有名字 叫马王辉 其实阿辉哥真的很努力 努力到怎样呢 我那时候还没认识他 现在有一只马 放在他 之前还没认识他 我看见他 哇 一个人 有时可能带多一个 可能带到小孩 他真的会逐一只马 我觉得我看着他 最少十五分钟一只 他虽然不会切迈很多 但是他看的其实是更多 一些会逼不到的 他真的从头到尾摸齐了 是啊 前脚后脚 所有肌肉的那些 全部摸齐了 手衣检查也不用说 当然要做 这个我觉得 所以他成功的非僥倖 是啊 就是拍卖会 百多只他不会摸完 是啊 可能都已经有目标了 是啊 是啊 接着每只都要摸三个字 是啊 是啊 如果十只都摸了三个钟 两个多钟 是啊 所以很多次 为什麽先拍卖会 怎麽联马斯要提出这么多过去呢 就是要先去看清楚 是啊 很辛苦的 但是 我相信观众也更有兴趣 辉哥是勤力的那些 那哪些是吃海鲜的那些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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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海鲜我也有 不如这么说 正常的 大家都要吃东西 是啊 哈哈 是啊 哈哈 大家要啦 要啦 最终 要到的了 大家要到 要到的了 就是有些联马斯就借一些椅子 就出发 接着就去吃海鲜 是啊 吃海鲜 是啊 而且有时 其实 铺上社交媒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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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了 我会剪掉它 哈哈 哈哈哈 你这么说 你只剩下一个代名词 意思是说 事实是什么呢 就算包括马返 包括联马斯 用多少心机去看一只马 真是真的见到的 是啊 真的见到所以 也都会之后有个成果 就是 为什么用那些联马斯 简身马特别好些 例如日本匪 是真的 是啊 这个真的是真的 是的 有时很好笑 然后地产 大家都见到 他见到PPG 很多时候 一打开 或者看过什么 都会看到 或者再搜查 根本就会看到 这只马鱼是 啊 辉哥 在当地 竟然是帮他拍马马回来 说起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些兴趣 就是说 说一些马圈内幕 就是联马斯 就是和马主的关系 那是不是真的说 会有时联马斯 会动那些马主 或者就是 经常听这些内幕消息 不给你 截力卡 很多这些 那当然 合作的东西 当然有磨擦的 有开心的时候 也有磨擦的时候 那你说 那是有趣的 有一次 一个个人马主 个人马主 精义是很想捧那一笔 就是普通坐视 不是大杯 是普通坐视的那些杯 然后很想捧 接着就说精义 哇 已经准备好了 叫做某个香港冠军骑士 上去的 是 大严门 然后说 全媒的那些 全部都是头版 嗯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联马斯 又有很多一只马 是 就赛前不知道 是 没什么就知道 是 接着 我故事说到 不用说了 那当然是那只 那只 那只马斯加加进了那只 那只马斯加烂门的 对 还要费格 还要费格 不论六格是费格 总之 落飞了 那只马斯加烂门 然后那位个人马主 就会跟我分享小故事 是 其实 那都很大 赢赢不紧的 要考码必有必胜 是吧 他都明白的 可以的 但他呢 我都说明这只马斯加烂门 我都很想 很想尽力去做 大家好吗 那为什么你再报一只 是 还要是那只赢赢 那你那个路程 都是一些短途赛事 那你每个星期都有的 为什么你不认为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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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每周都有的 为什么你要报那天呢 对 为什么要报那天呢 就是那些 还要赢赢 杀了我 对 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 大家都会 最后一只马斯加烂门 不过又这样 我又想问多些 那次那只 譬如热门马那只 就是跑法 又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又没有 总之是 一进直路 他又拉到 看空 又不是智智智智智 但走下去 咦 咦 为什么后面那只 因为 是 是 是 那个马主 最后 不是几场之后 都觉得 不要紧了 可能大家 不够够 就转仓 后来那些马都没有 放在那个练马斯 是 这个是一个 就是你问我是不是 动他 但是 我觉得 如果我作为当事人 我的心都会有些 不开心 一定是 跑书 很多马主 都放心 当然有些马主 我常常问 什么时候赢 什么时候赢 当然会有这些人 但是香港很多马主 都明白 我常常说 千三只马 八百场错试 八百多 然后有些马 还要金青路十 赢几场 其实分完 每一季 只有一半的马 是可以赢到头马 所以大家有时都明白 尽力 尽力 你一马 每一场错试 最后期拍马地 四个马 一个马位过终点 代表一场马 几多人想赢 有时赢到就好彩 就如拍马地 差个档位 或者里面三百二十的直路 失一失 就没有了 很容易 很容易 大家都想赢 我知道很多马主 总之大家尽力去做好件事 就天天入头尤名 大家不要看到表面风光 你们 用WhatsApp就赚了钱 就像一个转手 就赚多少十万 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分宣 像刚才那些 是的 如果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 都要斩开第三部分 继续有些马圈的秘文 又会覆下一些读者的查询 不过之前 第二拍完之前 就介绍了 有些产品 有些产品 但是不是卖 不是卖的 是纪念品 这个是什么 例如Dotali送出来的 自己私人珍堂的 这是印尼薯拍卖会 150周年 150周年 是150周年的领胎 我开开来看 不知道大家看什么 开开来看 里面是这样的 里面有个马蹄花纹 非常精美 另外有些 这个呢 这个纪念品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 日本打给 东京邮进 应该2016年 那年是特意出的纪念品 都是领胎 这个就是日本马蹄 冲修节 赢了一届 是的 这个又是日本纪念品 赛马扭蛋 这个又多些 我们的存货 这个全套齐了 这个是有马纪念 总之有不同的大赛 还有五只马 就是最近的五只最厉害的马 大震撼那些 好啊 这个呢 就不要以为是黄斗的东西 这个都是正东西 这个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Tatatosos 英国一个最大的拍卖会 达德素拍卖会 是的 这个里面呢 可能近一点才看到了 这个就是他的最 地位 他有一个塔在那里 是 因为为什么这个塔 就是说以前的拍卖会 没有那么英俊 是 就是在一个烂地那里 一群人就在那里 就是一个塔 就是一个塔里面 就是这个塔 就是拍卖会 意思是拍卖会 就是这样的 就是拍卖会 那个人就站在那里 下面那群人 就是那些马就围着走 那些人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塔 也不会站在那里 不过都是永远一个 这个意思就是 它的Logo 是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一个男士的手拍来的 OK 就是这个 精美 是不是 那这些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影片就会 告诉大家 详程 当然会送给大家 但是就说 有些方法去送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再多谢多塔里 那我们第三节 再见 谢谢